超可愛的紅貓熊 這是迪士尼PLUS 在台上是以來首部推出的動畫電影 青春養成記 營造輕鬆歡樂的氛圍 描述少女青春期的想法 利用細膩溫馨的手法體現 一上架馬上空降台灣 觀看次數冠軍 人氣超可愛的紅貓熊 超級夯 而動畫老上嫌疑夢工廠 也即將推出邪貓劍客2 進攻電影院線 是瑞克元宇宙出現的人氣角色 邪貓劍客膽大妄為矮冒險 喜歡利用水汪汪的貓眼妝無辜 而這次電影內容將探討 已經用掉九條命中八條的邪貓 如何真行生命繼續冒險 另外串流影音平台越來越夯 Netflix宣布將實施針對共用帳號 分享給非同住者的額外收費 目前會先在智利哥斯達 離家及秘魯三個國家測試 要是台灣人以此方案來算的話 高級會員390元 加入兩名不同居住地的子帳號 每個月就要多付170元 月費將高達560元 不過Netflix如何分辨同住者 而帳號持有者出國或出差 也算在內的話恐怕會引起不少爭議 TVBS新聞總和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